她的名字叫柳菲,是我儿时的闺蜜 后来,我跟着父母搬到外地,与她的联系就越来越少了 不过,我们偶尔还会通过微信或电话联系 在她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赶回去参加了她的婚礼 柳菲是家中的独生女,品学兼优 她的丈夫叫林泰森 虽然家庭条件差一些,但对柳菲非常好 在婚礼上无时无刻不在乎着她 我最后一次见到柳菲,是在去年的十月 当时我回烟台出差,已经有五年没有见面了 她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柳菲喊我去家里吃饭 但那天,我一直没见到她大儿子 就随口问问问 一旁的林泰森抢着说 哦,我妈带老大回老家了 说这句话时,柳菲瞥了她一眼 就是那一眼,让我心头一领 我也说不上来是哪不对 柳菲从小性格温柔 但那个眼神却充满了怨愤与仇恨 从柳菲家出来,我心里一直不安 林泰森不对劲,柳菲似乎也不太正常 开始我以为是多年不见,生疏客气了 但仔细回想,她更像是因为害怕而畏手畏脚 我越想越蹊跷,决定去柳菲父母家看看 我的出现,柳菲父母挺意外 我和他们寒暄了几句,问起了柳菲 柳妈妈犹豫了一下,和我讲了她知道的事 柳菲硕士毕业后,进了本地一家大企业 在那遇见林泰森 林泰森是农村出来的,大专学历 在车间做技术员,柳菲当时负责行政和员工管理 正好就是她那个车间 一次,两个员工因为一点小时动了手 柳菲劝架不小心挨了一拳,摔倒在地 林泰森连忙护住她,帮她拉开了同事 英雄就美的情节有点老套 但很管用,柳菲对她有了好感 不久后的一个雨天,柳菲下班往宿舍赶时 看见一个骑三轮车的老人,卡在水坑里 这时林泰森出现了,跑过去帮忙 身上全淋湿了 于是,她在柳菲这,又加了分 慢慢地,柳菲和林泰森越走越近 那时,柳菲为了上班方便,也住在公司宿舍 一次她病了,林泰森过来帮她打饭 送水送药,殷勤又温柔 病好之后,他们去看了电影 很普通的爱情片 坐在昏暗电影院里的林泰森 看着看着,就哭了 柳菲不想承认 那一幕,让她内心有了小小的波澜 她觉得林泰森外在是直男 但内在有颗柔软的心 于是爱情就在那一晚明朗起来 但柳菲父母,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 柳菲爸爸是教务主任 妈妈是高级教师 工资和社会地位都好 而林泰森只读了大专 出生在农村 倒不是歧视和偏见 而是希望柳菲找一个学历和成长环境相当的男人 这样相处更融洽 但沉浸在爱情里的柳菲 完全听不进去 觉得父母万分世俗 柳菲父母没有办法 只能由他们先谈着 那段日子,林泰森时常来柳菲家 有一次,柳爸爸出门摔了腰 去医院看病 都是林泰森背上背下 柳菲奶奶眼睛失明了 平时哪也去不了 林泰森每次来 都会耐心地陪她聊天 奶奶特别喜欢她 她的行动感动了柳菲的家人 后来柳爸爸松了口 但提了一个条件 必须要有一套房子 哪怕贷款 林泰森回了老家 把家里和她的全部积蓄都拿了出来 一共二十万 柳菲心疼她 把自己存的五万块取出来 给了她 林泰森拿到钱的那天 眼泪滑地掉下来 她气不成声地说 菲菲,我发誓我这辈子会一直对你好 二十五万只能买个小房 柳菲父母舍不得柳菲吃苦 又给了十五万 最终买了两室一厅 而柳菲就这么东拼西凑地把自己嫁了 我问柳菲的父母 柳菲婚后的日子到底好不好 柳妈妈的眼圈一下红了 她说 菲菲应该是被打了 我急了 问 那不是家暴吗 怎么回事啊 我就觉得她不太对劲 柳爸爸说 他们把大儿子绑架走了 柳菲没办法 也不让我们管 她出事 就在这时 卧室的门开了 走出一个小姑娘 她说 姐姐怎么了 见我一脸疑惑 柳妈妈尴尬地说 这是我另一个女儿 然后我知道了 柳菲家的一个秘密 原来十几年前 柳妈妈意外怀孕 等发现时已经三个多月 柳妈妈不忍心打掉 碍于二胎政策 只好把她送给远房亲戚抚养 这是 父母一直瞒着柳菲 后来这个远房亲戚 在工地干活伤了脚 生活很艰难 柳菲父母商量了一下 又把孩子接了回来 柳妈妈叹了口气 说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妹妹 柳菲和泰森 也不会闹到这一步 我听完整个过程 唏嘘不已 但当务之急 是先把柳菲救出来 当天晚上 我就联系了律师朋友 和她说了情况 第二天 趁林泰森上班 我们去了柳菲家 柳菲给我们开门时 愣住了 我说 菲菲 你和我说实话 到底怎么了 我律师都带来了 我们一起想办法 柳菲看了看我 哇的一声哭出来 其实 柳菲结婚之前 就受过家暴 那时 柳菲和林泰森 正在筹办婚礼 柳菲的前男友 听说她要结婚了 特意从合肥赶过来 非要见她一面 柳菲怕林泰森误会 就没跟她说 在咖啡馆 见了前男友 那天回来 林泰森问柳菲去了哪 柳菲如实讲了 但柳菲没想到 林泰森听完 竟仰手一个嘴巴 柳菲当时就傻了 前一秒 她还和前男友说 林泰森很爱她 后一秒 她就给了她一巴掌 林泰森怒火中烧 指着鼻子骂她 不知廉耻 背后勾引别的男人 那是柳菲从小到大 第一次挨打 整个人都慌了 她说 咖啡馆有监控记录 我车上也有行车记录仪 你可以去查 我们只是聊了会天 林泰森转身就跑了出去 她大概是去找监控了 两个多小时后才回来 而柳菲没想到 林泰森进门第一件事 是扑通一声 跪在自己面前 她说 我错了 我不该这么冲动 说着 眼泪就下来 柳菲太爱她了 看不得她掉眼泪 于是她原谅了她 结婚没多久 柳菲怀孕了 那时柳妈妈还没退休 不能来照顾柳菲 所以想请婆婆帮忙 林泰森说不行 我妈也在打工 柳爸爸看着心疼 给柳菲转了三万 让她请个保姆 林泰森知道后说 那不如把这三万块给我妈 请我妈做保姆 柳菲不愿意 却也没办法 婆婆来了之后 矛盾跟着就来了 说好是照顾柳菲的 结果什么都不干 还指责柳菲家 收拾得不干净 饭做得不好吃 林泰森回来 自然帮着她妈 柳菲脾气再好也炸了 她说 你把那三万块钱给我 我请个保姆 让你妈在这享清福 林泰森脸一沉 说我拿去给父母还账了 娶你还欠着钱呢 柳菲被气得差点小产 进了医院 柳爸爸知道了 当即赶去医院 要接柳菲回家 林泰森扑通一声 又跪下了 他哭着说她妈有多难 养她有多不易 柳菲还是心软了 毕竟她的肚子里 怀着她的孩子 柳爸知道 那三万是要不回来了 又悄悄给了柳菲一张五万块的卡 爸爸说 你长点心眼 这个密码 别告诉泰森 和林泰森久了 柳菲才渐渐体会到 不同的成长环境 造就不同的三观 林泰森所谓的善良 只是表面而已 就像柳妈妈说的 如果家里没多出个妹妹 林泰森可能还会一直善良下去 但妹妹的到来 让林泰森撕下了最后的伪装 那时柳菲的儿子都已经三岁了 但她的妹妹还只有十二岁 林泰森知道这事后 回家就对柳菲说 你赶快让爸妈把这个女孩送走 她是来分你家产的呀 柳菲吃惊地看着她 说 那是我亲妹妹啊 林泰森说 我再问你一遍 你到底去不去 柳菲斩钉截铁地说 不去 林泰森一记耳光打了过来 她疯狂地殴打柳菲 用鞋底抽她的头 用皮带勒住她的脖子 用牙咬她的肉 她疯了一样的喊 你以为你是谁 饭不会做 花钱大手大脚 要不是看你父母哪天死了 会留一大笔遗产 我他妈才不会娶你 现在莫名其妙 来了个妹妹分钱 我告诉你 不可能 柳菲开始还能反抗 但慢慢没有了力气 婆婆就在一旁看着 像看一出喜剧 柳菲不知道自己被打了多久 她只觉得鼻子嘴里全是血 头疼郁裂 地上到处是她被扯断的头发 柳菲住院一周 林泰森一次都没来看她 柳菲没有告诉父母 人是她自己选的 这些年 买房 请保姆 给孩子报学习班 父母前前后后 贴补了几十万 她还有什么脸去求助 而柳菲商誉出院后 婆婆竟然带着儿子走了 母子连心 抢走了孩子 仿佛弯掉了她的肉 她求林泰森 让她把孩子带回来 林泰森却冷冷地说 只要你妹妹还在 你就别想再看到儿子 柳菲最后的那点精神支柱 她了 其实 柳菲去林泰森老家找过儿子 她一个人面对一个家族 她疯了似地往里冲 拼命喊着儿子的名字 可是她连儿子的声音都没听到 柳菲像一只受伤的动物一样 被扔出来 披头散发地躺在路边 没有人怜悯她 只有漠然地围观和嘲讽 柳菲就是从那个时候变了 曾经父母掌心里的小公主 被摧残得身心俱碎 后来 林泰森拿出一份协议 让她去找父母 把名下的两套房产 全部过户给她 办成了 她就把老大带回来 柳菲一直担心 儿子受到伤害 所以只能任林泰森摆布 但她最后的理智还在 她绝不能再让这个畜生 沾染到父母和妹妹 她想到了死 又放心不下孩子 她想杀了林泰森 又怕孩子成了孤儿 于是 她只能这样麻木坚持着 每天行尸走肉 林泰森心情好的时候 会和她说说笑笑 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如果心情不好 就会打骂乡家 2023年 柳菲再次被打到入院 可是身体检查时发现 她竟然怀孕了 她不想生 不想孩子有这样一个变态的爸爸 可林泰森却说 你要是敢留掉 我就让你妹妹生不如死 你们一家都不会有一个好下场 柳菲看着她凶狠的眼神 怕了 她就这样带着恨 生下了老二 真不知道 柳菲这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那么痛苦 那么难 其实柳菲父母 也慢慢发现了 她被打的事 但柳菲担心大儿子的安危 担心林泰森发疯 伤害她最亲近的人 所以她始终不让父母帮忙 和我一起去柳菲家的律师 了解了情况后 说 菲菲 我做了这么多案子 其实这种男人 都只有欺负老婆的本事 没有对抗警察的胆 这不是家庭矛盾 你应该报警 柳菲愣了半天 才说 那我家老大怎么办 律师说 我帮你 柳菲路过家暴的音频 她手里 还有医院的验商证明 我们直接带着柳菲和老二 回了她父母家 然后报了警 申请了保护 就像律师说的 林泰森也就只敢欺负柳菲 见到警察就怂了 我们在警察的陪同下 把老大从农村接了回来 原来他们居然 把孩子用铁链拴住 藏在地窖里 孩子见到柳菲时 已经认不出妈妈 柳菲抱着她 嚎啕大哭 这么多年的怨愤与委屈 终于都在那一刻 汹涌而出 柳菲现在 已经开始走法律程序 起诉离婚 接回大儿子后 她一直在接受心理治疗 我们经常会在微信上聊天 有一次说起林泰森 柳菲说 我还是不明白 她从前真的是个善良感性的人 也不像是装的 看个电影都会哭 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要怎么说呢 许多女人觉得 感性的男人是浪漫的 温柔的 善良的 但其实也说明 这种男人是情绪化的 缺少自控能力 一个说贵 就贵的男人 你以为她是跪舔的小狼狗 其实是没有心理底线 疯狂起来 就会不择手段 说到底 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而柳菲的错误还在于 发现她的问题 还藏起问题 一步错 步步错 只要想到 当初出门买菜 都要涂口红的柳菲 被逼到披头散发 躺在地上撒泼 我就说不出的心疼 这场婚姻